大家好,这里是安小妍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 2019年被吹爆的高分获奖电影《阳光普照》 影片开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两个少年骑着摩托车去寻仇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是阿和被欺负找菜头帮忙报仇 菜头是个愣头青 提着砍刀冲进去,一刀砍下难人的手 结果就是两人被抓进警局 菜头这边孤身一人 阿和虽然来了很多家人 但阿和父亲老陈气愤儿子所作所为 直言自己没有这样的儿子 还发狠的说最好把他关到老,关到死 最终判决结果下来了 因为阿和未成年 他被送到抚育院三年 菜头是煮饭,而且已经成年 在监狱关六年 本因为事情搞一段落 这天家里来一个中年妇女 带着个小姑娘叫小玉 小玉15岁,是国中学生 怀孕了,孩子是阿和的 阿和妈妈愣住了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随后只说阿和被关进府医院了 其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中间妇女无可奈何 走的时候撂下一句话 等着法院见吧 阿和还有个哥哥叫阿豪 他跟弟弟却结人相反 从小备受老臣宠爱 长得好,学习好,阳光善良 对所有人都很好 父亲对他永远都是非常温和 甚至对外只说自己有一个孩子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霸凌存在 阿和刚到府医院就被这里的老大找查欺负 出生牛肚不怕火 他一点都不怂 白天打不过 晚上趁他们睡着了 把带头欺负自己的人一顿暴揍 又到了晚上 双方僵持不睡觉 都怕睡着了挨打 但是熬着熬着就熬不住了 最后真是不打不相识 两人在熬夜的过程中 化解了仇恨 还建立了友谊 另一边被砍掉手的孩子父亲 黑伦霸 来驾校找老陈 告诉他法院判决下来了 赔偿150万 在他家只有一个年迈的奶奶 一分钱拿不出来 老陈没好气的说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手不是阿和砍的 我没有义务赔偿你 就这样把黑伦霸羞辱一顿 一天放学后 阿豪和同学小珍一起回家 等公交时 阿豪给小珍讲了一个 略带诡异的司马光的故事 故事大概讲的是 就连司马光这样的人 都有自己的阴影可躲 能获得暂时的自由 可自己却时刻被关注 没有自由可言 他迫切希望有人能理解他 这天阿和妈妈 在自家楼下见到小玉 没办法 只能把他带回家 安顿好后 和老陈说了这件事 老陈情绪激动 我没阿和这个儿子 我只有一个儿子 就是阿豪 所以我更不会接受 这个所谓的儿媳 接着 阿和妈妈和中年妇女见面了 经了解 小玉也是个可怜的孩子 父母死于一场火灾 她是小玉的阿姨 小玉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 最后二人商定 由阿和妈妈照顾小玉 和即将出生的孩子 这天老陈在上班时 黑伦父亲又来要钱 还跑到教练车上 老陈依旧是没好气 还把黑伦父亲 扔到荒山上 这天阿豪回家 看见妈妈 愁眉不展 得知小玉做产检 妈妈脱不开身陪伴 阿豪主动提出 自己带小玉去 还贴心的带她去见阿和 可是小玉没有见到 因为她不是家属 阿豪告诉阿和小玉怀孕的事 她知道后很激动 埋怨母亲不告诉她 自己在里面干着急 黑伦父亲这边也是被逼急了 开着粪车打着教练厂 喷的到处都是 警察不管这种小事 没办法 只能由领导从中间协商 最终答应 赔黑伦爸二十万到一斤 稀释宁人 这天阿豪回家 照常洗澡整理房间 一切都平常的不能再平常 一会儿敲门声响了 邻居说 楼下有个跳楼的男生 向阿豪 太让人震惊了 阿豪竟然跳楼自杀了 这么优秀 帅气 阳光的阿豪竟然会自杀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阿和被允许回来奔丧 老陈的复杂神情 掩饰了太多情绪 自己到底是做了什么孽 最爱的大儿子跳楼 小儿子还在抚育院 夫妻二人来娶阿豪的骨灰 小珍来看阿和妈妈非常伤心 到现在为止 也不知道阿豪自杀的原因是什么 小珍接下来的话 或许会揭开谜团 他讲了和阿豪认识的经过 还说了他们上个周六 一起去动物园的经历 那时的阿豪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 回家的路上问小珍一个问题 世界上最公平的是什么 之后又自问自杀的说 是太阳 也没有说原因 之后就没有来上课了 然而这些妈妈都不知道 因为他的作息还跟以前一样 跟小珍相比 他们对阿豪的了解少之甚少 小珍接着说 阿豪出神那天给自己发了短信 解释说太阳是最公平的 在太阳狠烈的时候 所有动物还有司马光 包括小珍自己的弟弟 都有阴影处可躲 可是自己没有 24小时都暴露在阳光之下 明亮温暖阳光普照 在阿豪这里阳光普照不是什么好词 他希望自己也像这些动物一样 可以躲起来 也有自己的空间 由此联想到之前 他给小珍讲的那个诡异的司马光的故事 推断出阿豪肯有可能患有抑郁症 他从小到大都优秀 都是那种所谓别人家的孩子 甚至父亲对外只承认他这一个儿子 这让他承受了太多的期望与压力 每个人都需要释放 需要自由 他在自己情绪中找不到出口 最后导致崩溃自杀 妈妈听到这些泪流满面 或许他曾后悔给阿豪这么大的压力 可是也于是无补了 镜头来到阿豪这边 他正面无表情的做着苦力 渐渐失去的理智 在操场大喊着狂跑起来 随后被关进小绿屋谈心 显然哥哥跳楼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 另一边小玉生产了 阿豪妈妈和小玉姨商量 带小玉和孩子去看看阿豪 但是他们要先结婚才有探望的资格 就这样两人等起结婚了 一天阿豪他们在吃午饭时 广播响起 阿豪减刑一年半 可以提前出府育院 孩子们不约而同放下午饭 唱起歌 祝福要离开的人 出来时 妈妈带着小玉和孩子来接阿豪 而父亲却没来 回到家后 父子俩没说一句话 阿豪在里面关了这么久 想通了很多 现在有小玉和孩子的陪伴 他想改邪归正 不再当一个小混混了 他努力找工作 但是大家听到他是从府院出来的 都不愿意用他 找了很久 终于找到了个洗车的活 母亲也租了个小店面 准备自己开个小美容院 方便照顾小玉和孩子 生活慢慢有了点起色 老陈因为阿豪回来了 不想跟他碰面 直接搬到单位去住 当晚阿豪做梦 梦见阿豪来看他 还是那么阳光帅气 老陈现在有点后悔 后悔当初不应该给阿豪那么的压力 没有考虑阿豪的感受 老陈醒来后 独自来到梦见阿豪的小路上走着 背影寂寞又孤单 甚是可怜 所有来到附近便利店买烟 销售员正是儿子阿和 原来阿和打了两份工 白天洗车 晚上到便利店职业班 父亲转身要走 阿和叫住了他 这是阿和出来后 父子俩第一次说话 这也是老陈第一次关心阿和累不累 辛苦不辛苦 阿和说自己要搬出去了 希望父亲别住单位了 父子关系由此逐渐缓和 三年过去 菜头刑满释放 他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阿和 埋怨阿和为什么从来没有去看过他 随后还跟阿和要150万 嫌阿和拿不出来 接着阿和就被不断骚扰 菜头约他出来 让他帮着做事 还说做完这件事就不用还钱了 还承诺以后也不会骚扰他 为了稀释宁人 阿和这才答应 老陈这边也知道菜头出来了 按照名片地址去找他 原来老陈送了20万给菜头 希望他不要再找阿和麻烦 也算是替儿子阿和解决掉一件烦事 菜头也是个可怜人 进监狱后家里被查封 奶奶被赶到疗养中心 他恨当时没有人帮他 现在假惺惺的说帮忙 他没有接受 阿和这边碰下了之前被砍掉手的黑轮 因为手掉进了热汤里 整个筋都缩回去了 也没有办法接上 只能带个假枝 阿和懊悔当年自己犯下的错 他们只是年少的孩子 没受伤的还可以悔改 蹲个监狱就完事了 受伤的就是终身遗憾了 菜头像个无赖一样 又一次找阿和麻烦 还胁迫阿和开客人的豪车出去兜风 两人在车里聊起当年的往事 本是阿和被欺负 找菜头帮着出气 后来在法院阿和推卸责任 导致菜头被多关了三年 阿和出来后过上了正常生活 却把自己忘了 一次都不曾看过自己 这才是菜头不断找麻烦的原因 他这次又让阿和去送货 还拿上次送货途中出现的问题做威胁 阿和没有办法只得照做 他顺利找到街头人 把货品交给他们 然后拿着个大包返回 路上下起了大雨 他飞锁往回跑 回来后菜头却不在车里 任凭他怎么找也找不到 就这么失踪了 他只得自己先回去 打开包里全是钱 他不知道菜头在搞什么名堂 钱更是不敢随便动 第二天阿和在路上走 被菜头所在公司的人当街拦下抓上车 他们是来拿钱的 还告诉阿和 菜头以后都不会找他麻烦了 因为他被人打死了 他们给了阿和一些钱 当做跑腿费 随后就把他扔在了桥上 阿和顺着桥奔跑 这一刻他的心情是放松的 终于摆脱了菜头这个无赖 以后自己的生活就一片光明了 这天天气很好 阿和父母二人去看阿豪 回来的路上 两人决定去山上走走 山上很多人 他们走到山顶 山顶景色很好 蓝天白云 青草阴阴 然而他们的谈话却不太美好 老陈觉得阿和还没那么踏实 洗车工作也没有什么未来 让妻子告诉阿和 把握时间 掌握方向 妻子有些不耐烦 让他不要把家校那一套搬回家 阿豪已经不在了 只剩下阿和 你这个做父亲的 怎么不想着帮帮他 接下来 老陈说出了令人震惊的话 一天中午吃饭时 听到新闻里说 有人朝立法委员会的办公室开枪 监视器拍到嫌犯的背影 老陈一眼就认出是阿和 他知道菜头出来后 怕他找儿子麻烦 硬是凑了20万送去 得到的却是菜头的侮辱 自己连续两个礼拜 一直跟着阿和 在汽车店和便利店徘徊 就是想远远的保护他 终于在一天晚上 看见阿和和菜头 开着奔驰出去 老陈远远的跟着 看见两人分开后 老陈脑袋一热 一脚油门踩下去 直接把菜头撞飞 拖到草丛里 还拿石头砸死了他 这下就不会再有人 找阿和麻烦了 妻子听到这些泪流满面 老陈离开的时候 下着大雨 而他心里想的还是 儿子有没有带伞 这个不善言谈的老头 原来这么深爱的阿和 在背后默默为他做了这么多事 接着又说了一段更扎心的话 他在工作中 经常碰见一些碎嘴的女人问他 结婚了吗 有几个小孩 他都回答一个 因为在他心里 从来没有承认过阿和这个儿子 而近年大家还是会问 有几个小孩 回答还是一个 因为现在他真的只有一个 妻子彻底崩溃了 大哭不止 阿和回来后 看见妈妈正在整理哥哥的东西 他发现一个柜子里 有好多父亲送给哥哥 把握时间 掌握方向的本子 懂事的阿和 知道这些都是不善言谈的父亲 对他的期许 正是因为这些期许 才一步步成为压死阿和的 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这些本子 他一个都没有用过 阿和看着母亲情绪低落 提出外面天气不错 出去走走 在楼下骑了辆脚踏车 拉着妈妈一起看风景 这仿佛就像小时候 妈妈骑着脚踏车 阿和坐在后面 当时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而现在却已物是人非 小鹿两边都是绿树 阳光透过树叶照在人脸上 妈妈坐在脚踏车上 恍若隔世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阳光普照这部电影 导演编剧摄影配乐 都很厉害 镜头光线台词 背景音乐都恰到好处 是一部很细腻 很显实的电影 每个角色都演绎得很好 母亲理智而隐忍 父亲很爱儿子 但很执拗 哥哥聪明懂事 又有点阴郁 弟弟叛逆 但本质善良 其余的角色 可爱的可爱 可怜的可怜 值得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